大家好,繼續收看我們的直播環節 來到問答,又有想問可以打給我們 熱線2046566,電郵地址ask.bschannel.com 身邊嘉賓是Jason,研究部谷歌分析員 Jason你好 Jayson你好 好,我們聽電話,Jayson 吳小姐 你好,吳小姐 吳小姐你好 你好 我想問問,如果韓文股266好一點,剩1199好一點 如果要入,還有什麼位置入 好,1199,中原太平洋,在下個交易後會隨正 現在股價沒有起跌到11.3,剛剛升了 另外一隻823,是嗎?還是2866? OK,266 中海集運的,去到3.64的位置 跌4仙下來 不過A股方面跌得比較多一點 A股跌4.8.89人民幣 如果2選,哪隻好一點呢? 如果你說2隻選,我會選擇266 因為本身中海集運,在之前那一陣子都有傳過說有機會和其他航運公司去到合併 還有就說,本身它在A股方面上市的價都仍然是貴過香港很多 現時看市況就有機會炒這個深港通,可能在短期之內會是推出 變相如果你說買回一些H股的折讓幅度比較大的股份 相對是比較好處的 但反而你說1199來講,它就在香港上的 但在內地就沒有上的 換言之,如果你說要炒那個概念也都不是說太多 兩隻裡面如果你說真的要入,266我會較為看好一點的 你可以等個股價,看看接下來有沒有機會站穩在3.6這些位置 如果你說站穩的就可以買回上去 但如果你說去到下個禮拜初,發覺股價都是升不起 就好像你見到今天的市場升成400多點 但它都是升不起的 還有就說看下個位,3.5左右都是要跌穿 那就可能到時候要等到股價落到3.3這些位置才考慮去到買 好,另外還有沒有其他人問 我想問多一隻,823,其實它今天又升了 我本來在46都想買,現在這樣升上來可不可以追呢? 好,升2.5%,46.9% 美國方面又說延遲加息了 是啊,這個領會跟美國的債息都有一個很緊密的關係 如果你說美國短期之內都沒有什麼加息條件 那對於領會來說,股價都會有些幫助的 那我相信你今天升都是因為這個因素 那但是你說它的升幅會不會很大呢? 我相信未必會的,因為都看回現在香港那個零售市道啊 那個租務市場呢,都是有個明顯的放緩 那我都相信領會接下來在香港那個增長呢 應該會慢慢放慢下來的 那至於你說它接下來在內地方面 會不會有些更加大型的收購呢? 那這個要再觀察了 那看到它之前在深圳方面啊 都說想著是收購的項目的 那但是到最後呢,都是談不成數,就擱置了 那變相就令到這隻股份呢 來近都有一些不明朗因素是存在的 那暫時如果你說要買這隻股份呢 其實那個直博率不是說太大的 因為見到它上面大概在47.5至48元呢 那個阻力都不是小 那這些位置買,那你上網網說的是 可能幾毫至一元呢 其實又不是說太直博的 那所以這隻股份這些位置呢 我不是說這麼建議去到吸納轉 好,知道了 多謝了,吳小姐的電話查詢 下一位,邱小姐 你好,邱小姐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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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上晚問兩隻股票都沒有貨 首先問那隻3311中國建築 那我想問那隻3311中國建築 那想問問那隻股票 你覺得買不買得過呢? 要買的話,哪位為買入? 還有問那隻國泰行股 那你覺得買香港的行股 還是內地的行股 只不過比較高一點呢? 好,那先看看 就是編號3311的中國建築國際 那暫時,邱小姐說手樓上沒有貨 那可否現在買呢? 看看股價先 就一直在十天線樓下走 十三個八牛市現在升兩仙 什麼價位可以部署? 這隻股份可以考慮 因為中國建築本身 它之前公佈的業績 出來的那個在手訂單 或者新接的訂單 都相當之是對版 還有看到就說 一些建築相關 或者工程相關的股份 之前都炒了一帶一老 就升得相當之多 但是這隻股份相對來說 不是說真的好動的 之前升那一陣子 也都是在四月中之後 就回了很多下來 變相如果你說 計它現時的股值 再看它本身那個接單的能力 應該這個股價 就不止說會再跌得太多 所以你說要買這隻股份 可以考慮 看看接下來的股價 是不是真的可以守得穩十三個六 這個位置很重要的 因為如果這些位置跌穿 下個位置就可能要看再低一點 所以如果你說要買 可以分兩層 這些位置買一柱 如果穿十三個六 再落到十三元以下 才再加多一柱 上網暫時看那個目標 都是看回十五元以上 好 之後還問一些航空股的情況 拿一隻國泰293 股價今天繼續強勢 就升一號二指去到十九號四 之前都充到二十元水平 怎樣看回呢 就是如果他說都做個比較 好沒有賣回內地的航空股 或者是國泰 可能拿一隻雷利的753 國航去到九個三豪四的位置 升到百分之二 好似看走勢強一點 就是293強一點 所以就說會不會升了很多 是時候要回一回 如果要買 就可能買回753 始終的直播率高一點 講的是穩健的程度 股價的穩定性 國泰相對是好一點 因為它對油價方面的敏感度 不是說很高的 因為本身這間公司 都做了很多燃油方面的對沖 所以就算你說油價去到這些位置 要回回去 要跌一些 那它的升幅 反而不會說真的太大 但是相反如果你說 現在不是油價繼續向上升 相對那個影響或者衝擊 國泰都是比較輕微一點 所以就看你的選擇 是想買一隻 比較波動的航空股 比較跟油價走的航空股 還是買一隻相對是穩陣的 或者股價波幅沒有那麼大的股份 如果你說想要是波動性高一點 當然是買內地航空股 但是如果你說想穩定一點 或者股價是慢慢升的 不是說一下子升得太急 也不會跌得太多 似乎國泰方面 就會是一個較好的選擇 OK 多謝了 優小姐的電話查詢 我們看看電郵的情況 這位朋友Christine 想問回新股1301 德基科技控股 這隻的賣點就是集資額比較細 3.6億 只是說它的招股價 就是介乎1.82至2.4的位置 就是Pino1301 最實力的股份 問回有沒有抽IPO 如果說不算手續費 入場費每一手是4,800元 這間公司主要從事一些 攪拌設備和服務 生產基地在河北 有一半的資金 就說會擴大生產設施等等 怎樣看這隻股份 可否抽IPO還是怎樣 這隻股份就這樣看 它做一些溺清混合燃料 那些攪拌設備 當然我對這個行業不熟 所以看它的基本面 都很難去分析 但都可以輕輕留意 它的負債比率比較高 去年都去到六成多 今次你說去做這個集資 都有機會做一個還款 將之前借下的錢還回一點 但如果你說說它的賣點 不是特別利好的 因為本身做這一類 匿稱的攪拌設施 又不是說一些很高端的行業 不是說一些很受國策去支持的行業 純粹一帶一路有機會會帶動到的 因為始終你鋪路等等 會用多些溺清 那自不然可能對於那個攪拌設備的需求 都會大了 但是似乎如果你說單體行業本身的情況 就不是說真的有個很明朗的一個前景 所以如果你說要買 純粹都當是很少住 又或者純粹都是一個短線 薄去一掛牌之後 會有個比較大的升幅 到時候你就可以考慮它先吃了護膚 嗯 不過那個雜資額比較小 可能容易些炒起 3.6億而已 我們留意一下風險 那個業務前景就比較中性 不是說特別看好 多謝了 Jason你的詳盡分析 我們節目時間來到這裡 另外也收到Eddie給我們的電郵 陸先生想問280 我們休息一會兒 在稍後的Q&A再解答你的問題 稍後再談